终结意外当中不幸罹难的公投谢光辉 工人梁孝凯在今天举行告别式 台中市长林嘉隆前往哀悼之意 表示将会持续协助罹难家属 并会要求北捷到市议会备寻 提出书面报告 否则不得复工 深深的三鞠躬 台中市长林嘉隆 下午率领民政交通及劳工局长 出席终结倔良意外 遗难工人谢光辉梁孝凯的公计仪式 表示会持续协助罹难家属 厘清相关法律责任 有跟北捷反映 这吊庄的计划如果有缺失 那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的话 那不能够把它转移给这一个 就是事件的伤亡者 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协助家属 来加以厘清跟追究 27日上午 台中市议会召开 台中捷运公安意外专案报告 都为国民党议员质询 要求市府团队为公安意外承担政治责任 而民进党则多次拿出重新议约的海报 表示中市府对工程有疑虑 也只能稽查开罚 而真正执行工程的北捷 却拒绝到市议会被询 林嘉隆表示 议会已作成决议 要求北捷提出书面报告 否则不得复工 林嘉隆表示 目前监运绿线全面停工 正由第三方 台湾省土木济市工会逐段检查 去确保市工安全无余下才可能复工 新航亚太电视秋天喜珍永如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carro好 加油 结束 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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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堂 吉卡 吉卡 吉卡